跟中国合作的国家向来都能感受到四个字叫同锁无期 就比如中国这次在俄罗斯大后方送出的一份大礼 价值80亿美元真金白银的终极乌铁路沿线 据近日环球网报道指出 全长约523公里的终极乌铁路即将从中国境内开始动工 预计在今年10月正式启动该计划 准确来说 这次开始破土动工的部分是终极段部分 这就要说到中级乌铁路的预定构成蓝图了 中级乌铁路顾名思义是一条横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三个亚洲国家的大型铁路运输线 自中国南疆境内的喀什战起 途经整个吉尔吉斯斯坦 最终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安吉沿站 这条铁路一旦建成 中国的货物通过铁路就能直接到达东欧和中东地区 并且也是中国货物的最短运输路线之一 与原先的中欧运输路径相比 几乎缩短了900公里左右 总时长减少了7到8天 听起来很美好 但做起来却依旧困难重重 光是协同各方制作计划规划准备 至今为止就花去了整整26年的时间 横根在这条计划上的三座大山 是中外多方整整一代人都在为之努力的方向 第一座大山它还真的是一座山 那就是吉尔吉斯境内的费尔干纳山脉 吉尔吉斯斯坦被费尔干纳山脉从中间一分为二 这使得他们本国内部想要进行顺畅的经济贸易也很困难 最好就是能直接凿穿山脉 使得东西贯通 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但问题也随之凸显 吉尔吉斯斯坦没有这样的工程能力 他们又不放心其他国家进入本国境内施工 这就是第二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中国有能力包办 也要事先尊重吉尔吉斯斯坦方面的意见 光是这个原因就够中国头疼了 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反复无常 这个进程也拖延了22年之久 因为早在1997年 在巴黎会议上 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就提出了建设中级乌铁路的构想 而且在当年就签署了有关这一铁路项目的备忘录 自此 中方一直在这个项目上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推荐 中间也在大力为铁路做规划 终于 在中方领导人不断的呼吁之下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终于在2019年6月13日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到 终极双方将全力推动有关中级乌铁路的相关工作 争取早日破土开工 但问题到这里 其实还没有解决 因为中级乌铁路想要正式开工 还要问过一个国家 那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对于有国家想要将手伸进中亚地区是很忌讳的 中级乌三方的融资会议在2020年就圆满结束了 但因为俄罗斯的态度不明 迟迟没法开工 到这里就引出了第三座大山 那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幅员辽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本身的国际处境也比较尴尬 既跟欧洲有着历史性渊源与矛盾 又跟日本有着远东四岛的争端 但摆在他眼前最迫切的难题 还是如何防止北约集团东扩以及乌克兰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 俄罗斯多线出击显然是不明智的 所以他们南部的中亚地区一直是他们安抚的重点 虽然苏联时期没有出过什么大乱子 可现在国际局势风云变换 俄罗斯也缺乏控制他们的手段 不放心也是正常的 俄乌战争爆发后 俄罗斯也无法有效控制中亚地区 战争使得整个俄罗斯西线压力骤增 最后同意基尔吉斯修建铁路 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再加上有中国参与其中 为了尽量团结国际力量 俄罗斯此事也不应当回绝中国的这个要求 2022年5月30日 基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 在回答记者时说道 俄罗斯已经不再反对我们进行铁路建设 明年或许就能开工 同年6月 基尔吉斯政府发表了公开报道 宣布从规划之初就不断停滞 调整的中级乌铁路计划 将在下一年开工建设 据乌兹别克斯坦卫星网 5月17日消息称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小组会议发言时 乌副总理霍扎耶夫表示 中级乌铁路开工建设备忘录 有望在5月底签署 这对于后续中级乌三国的经济发展 也会起到一个推进和带动作用 同时这条途径高加索走廊铁路沿线 将来也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后 新疆喀什会成为下一个亚洲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好 好 好